欢迎回来 民进党和柯文哲的整合难题 今天终于有初步的协调结果 民调领先的柯文哲 今天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 商讨了两个小时 民进党决议不提名台北市长 共同辅选柯文哲 而柯文哲未来也不会加入民进党 握手象征民进党和柯文哲达成共识 周三中职会 民进党预计不提名 共推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 朝在野大联盟方向迈进 其实在临近的日本韩国的首都 也都有同样成功的案例 为了打破这样的垄断 为了让台北市带来新的改变 初步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 希望能够借由在野大联盟的实现 来让台北市有脱胎换骨的机会 民进党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也要先去处理 那这一部分他们陨落会先安排 首都之意 民进党头一次不推党籍候选人 引发基层反弹 不过双方达成共识 未来柯文哲仍是聘用渴望打破蓝绿 但已谈到选举经费 柯文哲就得要自己伤脑筋 他说民进党自己都很穷了 所以就没办法帮忙我 叫我自己想办法 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民进党不干涉我在人事上面的决定权 我想是这样的 在县市场的这种类伙上 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把市政做好 而减少去牵涉到意识形态 渴望摆脱意识形态 但年底齐何以选战 要在台北市对上财力雄厚的国民党联盛文 柯文哲除了和民进党互相辅选拉台 未来也将合众连横 寻求在野各方支持 新唐一台电视林家伟 台湾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